在中国当地时间12月17日,中国最著名明星王力宏被前期发微博常文,指控其有长期有信仪,并且喜欢舔逼、纯贴等,立马成为了中国热门。 同日有网友发现,王力宏在12月16日官宣成为了机动车英飞尼迪的品牌代言人。 可是在12月18日凌晨1点22分,该机动车公司关心发布声明提到,即日起,宗子与王力宏先生的合作。 网友计算,王力宏从开始代言此品牌到背宗子,总计时间为36小时28分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